在这个opress.com这个免费的驾站部落格里面 我们还可以有共笔系统 就是在账号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后台 后台账号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全部账号 就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可以编辑这个部落格新增文章的作者 这边的角色是作者就可以来这边新增文章 那它很大的好处就是 每一个作者他进来新增文章的时候 他只能删除修改自己的文章 他没有办法去删除修改其他人的文章 因为他只能看到他自己新增的文章 那只有总管理员才有办法去修改其他人或删除其他人的文章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现在看到这里面的那么多账号 这个都是流奶爸的学员 然后我如果还要再新增其他学员进来的话 我只要再按这个invite new 就是邀请新的人进来 然后呢我只要把他的email打进去 比如说我再加一个我自己的另外一个账号 我把它邀请进来 这边有写usernames or email address 就是把你的朋友 假设我希望这个朋友他进来也可以编辑 那我要给他一个角色 角色是作者 他就可以进来写写新的文章 那这边是要 告诉他一些话 比如说 come back out of my blog come check out of my blog come check out of my blog come check out of my blog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按传送邀请 好 那 这个时候呢 我就必须登录一下我的 我的Gmail 好 我到Gmail来看一下信件 这个demand1688 可是 因为Gmail刚好 没收到 所以我们现在测试另外一个好了 Gmail有时候收信可能没有立即收到 或者是他可能 刚好被挡掉了 热色镜看一下 也没有 好 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测另外一个email 我把它 测试这一个email cnet的email 然后一样作者 好 牛奶爸邀请 传送 OK 好 那经过传送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被邀请者 这个email 然后 角色是author 就是作家 然后 是否已经接受 他这边显示 waiting 就是正在等待 那 我们到cnet去看一下 收件夹 收件夹 好 OK 这时候就会跑出这封信件 刘芳玉 invite you 邀请你去成为一个作家 作者 在牛奶爸的卖网这个网站 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好 现在那个cnet的这个email 帐号已经收到了 牛奶爸的邀请 然后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我要去sign up 就是去注册一个 去注册一个 wordpress.com的一个账号 那我们就跟着他的步骤去做 如果你之前就已经是的话 那当然第一个步骤就可以略过 那一般我们如果还没有 还不是成为wordpress.com的 的一个 其中一个会员账号的话 我们就点一下 然后他就会跳出 好 好 这个时候他就请你去注册一个账号 那我们去注册一个 哦 他说你的名字至少要四个位员以上 哦 不是四个位员啦 四个数字以上啊 然后 必须包含小写的字母和数字 OK 只能包含小写的字母跟数字 好 那不然也留放168好了 好 打勾了 OK 过关了 那假设说你要顺便注册一个部落格的话 也可以 按一下这边 好 这边可以直接申请一个部落格 那 我们目前先不要 好 就是只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好了 邦育168 OK 然后密码自己记得哦 自己要打自己的密码 再确认一次密码 好 然后你的email OK 那这个勾勾就是问你要不要收到电子报的意思 好 勾起来没关系 然后就注册 sign up 好 然后他告诉你说已经有一个email 送出到你的这个电子邮件地址了 好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收件夹 好 第一封信就是了 wordpress.com寄来的 Active Activate 方域168 点一下 就是叫你去启动的意思 因为这是一个确认信 好 那我们按一下启动 这个账号 好了 跳出这个页面之后 willcometowordpress.com OK 我们是其中一个会员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一下你的右上角 这边就有写 方域168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账号 你自己的账号 你自己的账号 OK那你已经建立了账号之后啊 我们还有第二个步骤要做 我们刚刚是被流奶爸邀请嘛 对不对 再去看一下你的收件夹的那一封信就是 牛奶爸人脉网来邀请你当成作者之一 刚刚的第一个步骤 我们已经去申请了 注册一个账号了 那第二个步骤 我们就是要接受邀请 接受邀请 好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我直接登入牛奶爸人脉网了 然后左边 这些 左边这些 工具我都可以使用了 那我也可以去新增文章 然后我目前看到了 这里面所有的文章 我里面看到这些所有的文章 那 我这边所有的文章 我可以去修改吗 我们看一下 我把它按查看 查看是跑到那个网站的前台去 这个网站前台本来就不能修改 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其他文章 你会发现这边只有查看 并没有编辑的功能 因为这个这些文章并不是你自己去新增的 所以你只有查看的权限 我没有办法去编辑别人的文章 也没有办法去删除别人的文章 那这时候呢 因为你是作者之一 所以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去新增一篇文章 OK 自己去新增一篇文章 比如说我要卖3C商品 好 笔电好了 NB 促销 然后你可以按这个按钮 把这个工具列再打开一列 这样功能比较多 比如说NB 大特价 那一般我的做法 我都会把图片插在上面 比较好看 好 要插入图片很简单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增媒体的地方 把按下去 然后这边选择档案 点一下 然后选择一张 好 这个笔电 是我要的 按开启 它就会上传了 图片就会上传 上传完毕之后呢 这个标题你要写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 好 AZER 就是产品的品名 SNB 建议前面两格 把它填写上去 因为在Google或者是Yahoo搜寻引擎 他们在找图片的时候 他并不会知道这是什么图 那你要告诉他这是什么 因为这个对关键字也有关系 跟SEO也有关系 你希望人家搜寻到你的图片的话 那你就要在图片的这个标题 跟ALT 去输入跟图片相关的文字 好 这个连结网址的意思是说 如果点了图片之后 要不要连接到这个图片的网址去 那我们可以按5就好了 他就不会再把它跳出去了 那对齐这个地方 你 我一般 我都会选5啦 如果是左边的话 就意思就是说 这个文章会绕着这个图片跑 那5的话就是文章会 直接放在图片的下方 那你可以自己斟酌 等一下还可以再回来修改 然后我们按插入至文章 那这个图片就插进来了 那我们在这个图片的下方 再去描述这个商品 好 这个商品 只有一台 然后如果你按下 Enter的话呢 他这个空格 好 比如说有红色 蓝色 蓝色 那 假设我们不希望 间隔这么大的话 你可以按Shift加Enter S-H-I-F-T Shift加Enter 就只会 跳一行 好 技巧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在文章编辑完毕之后啊 这边还可以再去编辑它的网址 比如说我可以只打 A-C-E-R -A-C-E-R- -N-B- A-C-E-R- 這些瀏覽器它會變得好長一串 英文跟數字夾雜的網址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就是純粹的英文網址 比較短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選擇 譬如說 這個文章是你自己新增的 那 你可以選擇你的分類 那目前我這個網站因為是共筆網站 所以我把它的 分類分成每一個人他自己的名字 那假設我是葉大雄 那這個我就勾選自己的名字 葉大雄 那 標籤的意思是說這篇文章跟什麼有關係 譬如說是 SER 筆電 OK 然後按新增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按發表 好 發表完畢之後 前台就會出現這篇文章了 OK 我們點一下 這個 流奶爸人脈網 按Ctrl再點它 另外跳出一個標籤來 好 這就是一篇新的文章 然後它會出現在首頁的最上方 好 因為最新的文章出現在首頁的最上方 然後這個圖片的右上方呢 還會寫葉大雄 因為我剛剛勾的類別是葉大雄 那你會發現在文章的分類這邊又多了一個 這個AZER筆電有沒有 那這個是剛剛的標籤的名稱 每篇文章你都可以輸入相關的標籤名稱 那如果這個標籤的文章越多的話呢 字就會越大 這個字越大表示它的文章篇數越多的意思 OK 好 這就是新增文章的方法 好